你见过活取器官吗 这个男孩被人麻醉后剪开上衣和裤子 随后在全身刷满糖色 不对 消毒液 准备摘取心脏 而这一切都被他同父异母的富二代哥哥看在眼里 手术正是他安排的 只要取下他的心脏 救活财罚父亲 哥哥就能重新分配公司财产 看到手术即将开始 哥哥直接来到手术室 可下一秒男人的麻醉效果居然消失 主刀医生让麻醉师赶紧重新麻醉 麻醉师却突然抄起麻醉针干掉了组织医师 两名保镖进来查看一人被当场割吼 另一人也被直接捅穿了颈动脉 现场医护吓得落荒而逃 又来两名保镖 麻醉师直接关门打狗 这个麻醉师是谁 他又为何要救眼前的这个男人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麻醉师是一个职业杀手 江湖人称虎哥 几天前 他正被一群黑帮打手绑在工厂里 麻崽们将其五花大绑 随后给老大打去电话 得意洋洋 下一秒 几分钟后 黑帮老大开车赶来 不见虎哥只见满地的崭新植物人和大体老师 顿感不妙 刚要逃跑 手下直接变成了路易十六 老大急忙开枪 路易十六表示别整慢没用的 今晚我在直播间等你 老大连滚带爬 虎哥追上一枪打碎了他的脚面 老大想要求情 居然用带血的手触摸虎哥的切尔西 虎哥大怒再来一枪 虎哥这人有洁癖 绝不让人碰他的切尔西 擦完皮鞋后穿上泥衣 拿出螺丝刀 直接挖掉了老大的腮帮和心脏 这就是虎哥 稳中带扫 最近他有了一个新目标 小江 小江和虎哥一样都是歌兵奴 也就是韩国男人和飞庸生下的儿子 两个人都是自由家贫 虎哥长大后成了飞檐走壁 无所不能的职业杀手 小江母亲身患绝症 为了补贴家用成为了一名兼职拳手 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先看看母亲是否还活着 为了尽快凑够给母亲治病的钱 姜哥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找到自己的韩国父亲 于是他找到了当年当地专门收养歌兵奴的孤儿院院长 希望对方能够帮忙 晚上 姜哥去酒吧喝酒 一个外国大汉找到他 表示很欣赏姜哥的身手 问他愿不愿意一起抢劫 姜哥主需要负责断电引开保安就行 报仇是打拳的失败 姜哥犹豫了两秒后果断答应 到了地方后 外国大汉给了他一把手枪让他去拉电掌 并干掉保安 姜哥信了他的邪 结果刚到门口就被十几个大汉围攻 姜哥火速还击 虽然姜哥是拳击手 但对方人多是重 还各个手持棍棒 姜哥被打得头破血流 愤怒的姜哥掏出手枪 但对方却丝毫不拒 因为对方知道他的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很明显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 姜哥反应过来 快速逃离 突然被一辆福特野马撞飞 从上面下来一个大波浪 身后的追兵看到后立马撤退 而这一切也是陷阱的一部分 大波浪假装很抱歉 要求带姜哥去医院检查身体 到了医院后 医生给姜哥进行了全面体检并验了血 第二天出院时 大波浪还给了姜哥一笔钱 姜哥回到社区 院长就告诉他 姜哥的亲生父亲找到了 对方希望姜哥能去趟韩国 父亲的人马上就来接他 院长说爸还给了姜哥一张韩国电话卡 天下居然还有这要巧的事 不一会儿父亲手下的人就来了 表示姜哥的父亲是一个亿万富翁 现在身患绝症 希望能在临死前见见儿子 对方不但给他办好了护照和签证 还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姜哥的母亲 让姜哥放心地去 姜哥就这样坐上了韩国的飞机 还是头等舱 然而在姜哥享受头等舱的豪华待遇时 一个职业杀手虎哥却凑了过来 告诉他自己是姜哥的朋友 有人想要你的命 你去韩国就是为了死的 姜哥一脸猛逼 原来姜哥的父亲是韩国的一个顶级财阀 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命不久矣 此前他在遗嘱中将所有钱 留给了自己的女儿兔妞妞 这让大哥经理是十分气愤 希望能救活父亲重新分配财产 听说父亲还有一个菲律宾儿子 于是想将其骗到韩国 直接进行心脏移植 这一切早已被妹妹兔妞妞知道 在姜哥踏上飞机时 兔妞妞就找来一个女杀手 解决了姜哥母亲的保姆 并将姜哥母亲带走 而财阀大太子经理是抢夺遗产等黑料 也被几个不要命的记者揭露了出来 准备敲诈经理是 经理是绝不手软找到两名爆料记者 打成五箱猪头肉 随后让手下挖好坑 而此时做心脏手术的医生也找到 姜哥今晚就到 经理是让其尽快手术 不然就和这两位记者埋在一起 此时姜哥刚刚下了飞机 被经理是的人带上车 马不停蹄往别墅去赶 坐在车上的姜哥丝毫不知道下了车就是死 此时杀手虎哥居然赶来 示意姜哥系好安全带 随后挑衅经理是的司机 司机大怒双方话不投机半句多 虎哥掏出手枪连续开枪 将司机和保镖全部乱枪打死 此时的经理是正在别墅等消息 却迟迟不见姜哥到来 接应姜哥的司机和保镖也全部失去联系 接电话的是虎哥 虎哥要一千万美金 就交出姜哥 感到不妙的经理是立马叫所有手下全部待命 就下姜哥的虎哥优雅地看着书 姜哥却丝毫不领情 以为虎哥要害他 虎哥气得直接朝姜哥开枪 姜哥飞速逃离 虎哥在后面开车奔驰细耍姜哥 姜哥被逼无奈从十米高的高架桥一跃下 牛顿看了表示 韩国的事不归我管 归我弟弟牛逼管 姜哥以为虎哥要追杀自己夺命狂奔 虎哥想要去追 可刚一出隧道就下起了雨 为了不弄脏自己的西服 虎哥决定改日再战 姜哥逃走后 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 拿出电话卡给大波浪打电话 却不知大波浪实际上是妹妹突妞妞请来的女杀手 女杀手得知姜哥的地址后 一个飘移掉头开着马沙拉帝总裁去找姜哥 而此时虎哥再次开着奔驰袭来 姜哥急忙往小巷逃去 在这种地方 四个轮子的磕跑不过两条腿 奔驰被卡死在胡同里 虎哥只能弃车去追 经过几个迂回穿插之后 虎哥来到姜哥面前 威胁他乖乖配合 姜哥这才想起来自己是拳击手 一拳打跪虎哥逃之夭夭 直接上了女杀手的马沙拉帝 虎哥只能忍通道车 开着奔驰去追女杀手 此时经理士正准备去找姜哥 不料歪打正着看到姜哥和妹妹请的女杀手在一起 立马掉头去追 女杀手飘移掉头 虎哥紧随其后 虎哥技高一筹 很快就和马沙拉帝病道而驰 虎哥改变策略准备智取 女杀手掉头进了树林 以为甩掉了虎哥 于是告诉了姜哥所有真相 经理士找你来就是为了要你的心脏 救活父亲重新分配裁权 但妹妹秃妞妞不想让经理士得逞 所以请来女杀手杀了姜哥 姜哥在战斗之中使出哈登后撤步逃出车外 女杀手气急败坏想要补枪 虎哥瞬间一动拿下赛点 将女杀手一枪打成了豆腐帽 此时点子背的姜哥刚刚下山就被经理士一自长蛇无理阵当场清麻 抓到别墅开始器官移植手势 姜哥被强行麻醉后 剪开上衣和裤子 浑身刷满糖色 哦不对是消毒液 可下一秒麻醉突然失灵 这麻醉师也太业余了吧 他不是业余的他是专业的 专业的杀手 主刀医生被当场麻醉 保镖冲进来一人被当场割喉 另一人也被捅穿紧动脉 正是杀手虎哥 医护落荒而逃 又来两名保镖 经理士知道虎哥就是那个要一千万的人 立马带着家伙过来谈判问姜哥能不能少要点 结果这时候妹妹突妞妞出来坏事 虎哥让姜哥马上握倒 战斗一触即发 子弹就跟瓢泊大盆盆的暴力一样 经理士的爸爸在手术台上被打中好几枪 卧槽 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 躺着也中枪 经理士发现爸爸被打中雷霆暴命 这下遗嘱直接生效了 虎哥表示不要激动 说不定你爸爸还能抢救下 再次挟持姜哥 让经理士马上打一千万美金 不然就打死姜哥 不过你打死姜哥也不影响取心脏啊 除非你打心脏 经理士选择妥协直接转账一千万美金 你绝对不会死 夺回姜哥的经理士却立马反悔要除掉虎哥 拿回一千万美金 经理士表示一千万不重要 面子很重要 要是让人知道我堂堂富二代被憋三敲诈一千万 岂不被人耻笑 经理士举枪顶住虎哥 骂了句业余小憋三 虎哥让姜哥趴下 虎哥开启超级变种人模式 仿佛来到了模拟平行宇宙 经理士的手下死的就跟浪催的势道 虎哥解决两人一个回马枪将经理士打成了筛子 经理士彻底服气 坐在沙发上嘴泡了几句失血性休克而亡 虎哥准备带姜哥走 妹妹兔妞妞却不依不饶 你怎么还不依不饶 你爹你哥全死了 几百亿全都是你 你还要怎样 兔妞妞表示这不是还有个哥哥吗 虎哥却告诉他 这根本不是他哥哥 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原来 当时女杀手收到订单后将这件事托付给了虎哥 虎哥对这种事情极为震惊 于是就随便找了个二傻子姜哥 用假的血液样本伪造了DNA检测告诉女杀手和金家人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于是就有了虎哥万里走单旗一路暗中保护姜哥 最后将金家大哥团灭的故事 而当初那个电话卡自带定位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虎哥总能找到姜哥 而虎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因为他和姜哥一样都是哥宾奴 也就是韩国人和菲律宾女佣生下的孩子 再加上他不幸罹患癌症想在临死前做件好事 于是就挑中了姜哥 姜哥还以为自己是什么亿万富翁的儿子 好家伙原来是大梦一场空 姜哥暴怒要做虎哥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好梦 虎哥表示我帮你挣了一千万美金 还暗中保护你妈妈 现在你财富自由偷着乐吧 姜哥就这样和虎哥一起离开成了好朋友 母亲也成功手术逐渐康复 虎哥问他还要不要找爸爸 可以帮他打个折 姜哥却拒绝了 经历了这一切 而且他对那个远方的父亲不再搞任何幻想 而且他都有一千万刀乐 还找什么爸爸 虎哥一个人离开 准备放弃治疗 医生却告诉他根本没得癌症 之前那是小诊所的药贩子为了卖假要骗他 并再次提醒他看病一定要去国家卫健委和卫生部 认证的正规公立的二级一等级以上级别的医院 这就是电影《贵公子》的故事 影片由新世界和魔女的导演调薰正指导 剧情结尾什么罹患癌症 什么职业杀手良心发现 随便跳一个二傻子去韩国救赎 和拥医物诊的结局实在是过于狗血 随便看看图一乐算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